老陆上这位来自香港的神秘歌手 他唱歌的时候都要带着一个超大的兔子头 坚持不肯烙脸 不过因为清新独特的嗓音 也让他迅速的在网路窜红 之前他来过台北的饶河夜市拍MV 当时中天新闻还曾经独家执席 而这一次他说 为了要感谢台湾歌迷的支持 他准备再次来到台湾拍摄新的MV 帮忙行销台湾 机场行李输送带出现一只兔子头 是哪个人的可爱行李箱吗 原来是香港网路歌手星星兔 因为在台湾爆红 新MV特地到台湾拍摄 另类新叫台湾 兔子头踏放大台北各大侧侧食店 从市区的永康街公园 年轻人聚集的西门町 到比较远的青铜车站放天灯 通通出现在MV中 其实今年9月 这个网路歌手星星兔就来过台湾 当时中天新闻直击 他前往饶河夜市 还独家现场 五位中天的朋友们 观众们唱一小段歌曲吧 保持生命感到哪里都带着超大兔子头 会唱歌的兔子坚持要用歌声感动听众 为了感谢台湾广大歌迷的支持 他要让更多人看见台湾的美 中天新闻台北众号报道 明镜与点点栏目